Hello 大家好 今集我想講一下什麼叫SIN number 和SIN number是怎樣申請的 SIN就是SIN 大家都有聽過這個英文字 其實如果我們在加拿大這邊工作的話 我們必先要獲得SIN number 才可以做事 SIN number還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當我們要在加拿大政府這邊拿一些福利 第二就是在加拿大政府這邊放一些服務 我們都是要有SIN number 申請SIN number其實會有三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in person 去一些Service Canada Center的地方申請 第二個方法就是by mail 第三個方法就是online申請 加拿大政府是非常想我們online申請 我想大家都有看過一些影片 是要很早起床擔張椅子去排一些Center 目的就是要拿這個SIN number 加拿大政府這邊是不想我們這樣做 所以就是建議我們online申請 但是因為我個人就是in person去申請 所以我沒有辦法judge online和by mail的方法其實好不好用 但是我個人推薦都是in person去申請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in person去申請的話 只要帶齊文件 當日即時會引一張A4紙給你 上面就有一個CN number 對你報工那些是非常有幫助的 溫哥華這邊其實Service Canada Center 是非常多的 我個人建議去一些比較少人 以及近自己家的地方申請是最好的 申請CN號碼 我就去一間叫New Westminster的地方申請 申請CN number其實要有三個文件 第一個就是你的護照 第二個就是你的工作簽證 第二個就是你的工作簽證 第二個就是你的住址證明 有齊這三個文件之後就可以申請了 接下來就有一條影片 就是當時我申請CN的時候拍的 我現在就到了這個CN number的地方 排隊其實這條隊都不是很多人 現在哪有幾個人在我身上 我們現在就是早上7點15分 應該8點半會開 我看到好像也不算太多人 但是不知一間process的時候要多久 我今天終於拿了一個CN number 就是在Westminster Canada Service Center拿的 今早我由7點鐘已經排隊 前面有7個人 我很快都拿到CN number 它的CN number其實是8點半就開的 所以我等了一個半鐘之後 然後用了20分鐘的時間 8點50分就成功拿了CN number 整個過程中 其實Officer也是很Nice的 會問一下你一些基本問題 比如問我的話 問我爸爸媽媽的英文名是什麼 spell it 寸出來 還有再問一下我有沒有一些siblings 簡單的基本問題 再回答他這個問題 就已經可以了 有個笑話 當時我申請CN number 背了一張長椅子 你看到這個影片 有一張啡色的圓柱體 那張其實是一張椅子 其實那個Service Canada Center 裡面是有保安 有不同的職員 我每一次進去 都會有保安問我 裡面究竟是裝了什麼 因為那張椅子 實在是太長太長 他們可能感覺到 以為是把槍來的 然後就好像 有點害怕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學我 帶一把這樣的露營椅 如果真的有需要帶椅子 就帶一些摺椅也好 帶一些比較明顯 看得出來的椅子 就會好一點 避免一些誤會尷尬的情況出現 最後要提醒大家 就是CN number 其實是不要亂洩漏給其他人聽的 除非是有必要的情況下 譬如說 有間公司請了你 你是要說CN number 給他聽 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門 需要你提供CN number 你才好提供 因為一般情況下 不會有人會亂叫你提供CN number 今集的影片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